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红春是一个诞生时间很短的公司 我们成立以来大概两年的时间 然后当然我们也确实是一个发展很快的公司 简单来说我们做了一个社区电商 短视频社区电商 我们就是去找中国最会生活最会变美的达人 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向网友去推荐如何变美 如何更好的生活 消费者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一键购买 小红春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因为我在当时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身边好多人都说 你为什么要去做电商呢 如果赚钱的话你应该去做游戏或者做直播 如果求高大上的话 你应该去做当下最热门的黑科技 AR AI VR 我常常在内部说 我们不只是一个电商公司 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我们用户的真实案例 去解释我们这样公司的用户价值 我们公司有一个神奇的力量 就是凡是加入我们公司半年以上的员工 都会变得好看 记得我们有一个女工程师 厚厚的眼镜片牛仔裤 然后马尾便 从来不会去改变自己 更不要躺任何化妆的知识 在她加入公司三个月以后 我们发现一个惊喜的变化 她跟我们运营的小姑娘 能够欢快地聊各种 关于化妆变美相关的知识 甚至她的前同事来公司找到她的时候 我都没有认住她 在我们刚上线半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用户叫做Aris 她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了一个言 说小红纯是她的第二个母亲 她说她生长在中国的农村 从小大概三岁的时候 爸妈就离婚了 她跟着爸爸一起生活 然后直到大学的时候 她都一直很自卑 关于女生变美生活方面的各种知识 都没有跟她交流过 直到有一天下载了小红纯 她在跟我们的达人 能够有一个自由的互动 我们达人教她如何去化妆 如何去变美 小红纯至于她来说 给予了她单亲爸爸 不能给她 不能告诉她的各种知识和经验 她觉得小红纯是她的第二个母亲 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用户的心声 让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地有意义 同样也来自于我们一个用户 当然这个用户的名字我就隐去了 因为刚刚生完小孩 每天都疲于应付小孩的各种状况 然后她内心就会觉得 好像包括老公在内的所有人 都不再喜欢她 我们的达人 每天都会跟她耐心地聊天 然后跟她去交流 然后大概在三四个月的时候 她觉得她又找回了结婚前的自信 每当看到这样活生生的事例和案例的时候 都让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其实我们不只是一家电商 我们是给女生一个变美的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改变的也不是女生的外表 我们不只只改变了她们的外表 我们给了她们我觉得生活的自信 我觉得这是一种力量 就每当用户去跟我们分享 她通过我们变美生活更好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能感受到这种力量 我会觉得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都如此的有意义 这种力量让我们自信满满 让我们泪流满面 然后也承载了我们 为她奋斗终生的光荣于梦想 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想清楚公司的用户价值 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它生动而且能够让你回味 女生为了变美为了减肥 她愿意付出一切她会很拼 我觉得就刚好构建了我做小红纯的想法 比如说当我们去用达人拍摄一段短视频 教女生化妆做指甲编发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比任何图文都来得直观 而且当一个达人对你晚晚到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套内容是生动的 是有生命力的 小红纯其实是在解决推荐和发现的问题 因为当今消费者的选择如此的纷繁复杂 大家不知道去买什么 所以我觉得小红纯做到了最好的连接 我们应该是站在重构消费的一个风口 就像我们用户给我们留过一句话 变美 感觉世界都顿她温柔了 我觉得美不是虚荣 是文明的进步 美是当今中国最虚缺的产品 美是外表美丽 内心自信 热爱生活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每个女孩都能够拥有一个待她温柔的世界 但我现在更加坚定地告诉大家 我们做的当下的事情都会非常有意义 大家不要怕浪费时间 不要怕当下做的很多技术工作没有意义 我觉得只要你认真的活 认真的 哪怕认真的去谈一次恋爱 或者认真的去玩 都会构建你生命独一无二的价值 这是我们历史的积累和努力 以及现在的付出 构建了我们团队核心的价值 你是否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未来 每次我们都会去内部吹嘘 我们两年没有用BP 完成了从天使轮到C轮的融资 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因为在座有很多创业者 我希望我今天分享之后 不仅让大家能够了解 并且喜爱小红纯 同时也能对大家的创业或者融资 有一点点小的启发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帮人 真正的坚信 我们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 而不在于拥有 我们相信共同携手 能够让世界更美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